举之说房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好好做房东 一般房东我们说有个别名叫什么 叫逃奉公 房东最后怎么死的 房东是气死的 房东可能是烦死的 房东可能是累死的 那我怕呢 我怕你当房东之后 你幸福指数下降 你生活你感觉不幸福 那我做这一期视频 我来劝劝你 一般的时候我们看房东 房东像谁呀 房东像杨白劳 做了房东你什么活都干 你一年到头从头忙到尾 你省吃又减硬 为什么呀 因为你要攒首付 你成年可忙可忙了 你在忙什么 你在修车库 你在修水管 你在修电 我2009年开始做房地产 我自己不憨低 但是我老公很憨低 他本来什么都不懂 但我做了房地产之后 他什么都会修了 不光他什么都会修了 我那几个儿子 很多事情也都会了 因为他们自己心灵手巧 他一会了的时候 我们家出租房又多 他就忙了 每天下了班 吃完饭就急急忙忙 到各个房子去修 到最后的时候 店的事情 水管的事情 空调的事情 车库的事情 只有他跟我说呢 就是换热水器 这件事做不了 他说那个太沉了 他腰受不了 其他的事情他都会了 所以一般的当房东 当的好的 你看 做的好的 挣的多的 都是这种 一年到头非常忙的 又勤俭 因为勤俭就能 攒手铺就能买的很多 然后成年去修的 成年去忙的 这样他能把花费 控制到最底 然后反过来 看我们去 那些房客 去修 我们去修房 你看我们房东 在那修房 那房客在干什么呢 有一天我老公去修 一个那个水管 那个热水管 他是说不除热水了 他去修 他买了配件 花了40块钱 他修就花了40块钱 但是叫水管工 过来修呢 给我们当时报价 我忘了是200块钱 还是400块钱 他自己花了 40块钱修好了 他特别高兴 但是回来躺在床上 他还忧愿的说 他说他修的过程中 那房客就在旁边看 到最后的时候 他连接的时候 没连接好 那一开通 试的时候 水一下喷出来 喷了他一身 但是那房客就在旁边 无动于衷 也不给他递个毛巾 也不帮他 为什么呢 因为那400块钱 修水管的报价 是谁除的 是那个房客 去找的一个水管工 他说我认识的朋友 是水管工 他能帮我修 400块钱就能修好 我老公在YouTube上一查 他觉得他40块钱 买个配件就能修好 所以他们让他朋友 挣到那个钱 所以我老公在那 大概修了两个多小时 那房客就在旁边 看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最后喷到我老公一身的时候 我估计那房客心里还在笑 我老公回来 躺在床上 省了几百块钱 非常的高兴 但是心里头有一点哀怨 说这个家伙就在旁边看 喷了我一身 也不给我拿毛巾 那像表面上我们看啊 就说这个房东好苦啊 说那个小姐 为什么到那个吃完饭跑了呀 因为房子那个水管坏了 他跑去修了 然后那个房客吃完饭 为什么在那站着呀 因为房客嘛 他不是他的房子坏了 房东在修 他在旁边很悠闲 他在看着 但实际上呢 两个人不同的行为 背后呢 是两个不同的行为啊 这房客是在干什么呀 房客每个月给房东叫住 房客在那不干活 他是消费的 那这房东在这忙 他在这忙了这一下 两个小时 他就挣了两三百块钱啊 房东这是他的出租房 他在这维修维护的时候 他花时间的时候 他自己的财富积累就完成了 那那房客呢 他每个月交房租 每个月交房租 这是他的花费 他那个财富积累没有完成啊 虽然你看房东有点累 有点烦啊 但是房东是在挣钱 这个就像你说 我是一个会计师 我毕业是名牌大学 我现在在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上班 你就知道你当那个会计师 你一年有半年要很忙的 都是报税季 你都很忙的 你每天可能要按点去上班 你说你去报税 你去工作 你喜欢吗 你不喜欢 但你为什么要那样天天去做呢 因为你看在工资的份上 你看在以后可能每年 涨工资的份上 你去做这个工作 那房东也是这样的 房东你做这件事情 总有你不喜欢的 但是为什么你这样做呢 因为这个会叫你们家 财富积累 财富增长 这会叫你变得财富 财务自由啊 有一天你想干什么 就能干什么 那我这一期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啊 我就希望通过我的分享呢 能叫你房东当的稍微幸福一点 幸福指数稍微高一点 第一呢 如果你要想当房东 你一定要有资源 你要知道你说 我的出租房在哪 我的房客在哪 我的修理工在哪 如果房客不交足了 谁来帮我去租 我保险在哪买 我房顶漏了 谁来帮我修 后院那个树要倒了怎么办 就这些资源 你都知道出现什么问题 我要么自己能解决 要么谁能帮我解决 我所有这些需要的资源 我都有 你自己可以不用 你自己想省钱 你自己想去挣这个钱 你去想就很好 但是有一天 你房子多的时候 有一天你累的时候 你不想做的时候 你就把这些事情 交给这些 有能搞定的人 这些人能来帮你搞定 他们一帮你搞定的时候 你自己就不累了 你自己就有时间了 你就不那么辛苦了 但是你就知道 你的花费会上去一点点 因为之前是你做的嘛 你这个体力钱也挣了 你人工钱也挣了 但现在你交给别人了 别人去挣那个钱了 你有这些资源呢 至少给你这样的自由 你不想去的时候 别人可以 你付钱可以叫别人去做 刚开始的时候 你有出租房 你可能有一个 你可能有两个 你很好奇 你说我想了解这些事情 什么事情 我自己也都能搞定 我喜欢做的这个事情 那刚开始可能是这样的 但如果比方说 有一天 你的房子多了 你到十个了 你有一天到一百个了 你房子多了的时候 你要用好你那些资源 那那些资源是什么样的资源呢 就是你能用得上的 物美价廉的 比方说你的 贷款中介 你的买房的中介 你的房解师 你的水管沟 你的电沟 你凯数的人 你的房保险 这些都是你要有资源 资源要在那备着 用的时候就能用上 那第二呢 就是你要懂 你当房东 你要等 房东没门槛 谁都能做 但是要做的好呢 你还是要懂 这里面呢 有学问的 有知识的 有各种各样的坑 等你去掉的 做房东跟做医生 做律师不一样的 你做其他的任何事情 你说你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做律师的 哦 那你要上学啊 然后有各种法学的书 给你去看 你自己是能 别人能教你的 或者你通过 其他的途径 你能够学习的 但是房东 大部分的时候 都要靠你自己 去置物的 你自己可能 听听局势说方产 然后你自己 再跑到房子里 这些事情 招租啊 物业管理啊 这些修理啊 你自己都跟着做一遍 你自己完全要看 自己的身体力行 然后慢慢的 你把你自己的经验 你把你这些知识 就累积起来了 所以第二个呢 就说你要懂做房东 你一懂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开源 你就有可能节流 你这些都能做得好 别人不会骗你 那下一个呢 房子是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需要维修维护的 这个东西里面 还要住着一家的房客 又要做饭 又要洗澡 小孩满地跑 可能还养了两条狗啊 那这样的房子会出问题 房客住在里头 他自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可能会离婚啦 他可能交不起房租啦 他那小孩可能突然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这些 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是当房董的 我想挣这个钱 挣这个钱 我就要有这个闹心的事情的 房子就是要维修维护的 就是要定期保养的 房客在里头用用用的时候 空调就是可能会坏的 热水器可能就会坏的 你任何房子有维修需求的时候 任何房客过来申个卖 要跟你说 房子热水器又不出热水的时候 又出问题的时候 你自己呢 碰到这种情况 先不要想着 哎呀好烦啊 哎呀又要花钱了 你就知道 你这个房子 你自己上行 你维修维护的好 你花在房子上的时间 你花在房子上的钱 这个呢 都叫你房子能够增值的 你维修的好 你维修的及时 能叫你这个房子 就比隔壁的房子会贵上20%的 会存在这种可能的 下一个呢 我想说的就是说 对房客不要期望太高了 期望高你就会生气 突然房客把他小舅子 弄进去在那住 小舅子找不到房了 你可能就会生气 你说我这个房子 就是三个卧室 他现在住了八家人在里头 这不把我房子搞坏了吗 就是房客不会像你一样爱弃房子 不会像你一样舍不得养狗 舍不得去造这个房子 那这个呢就是你要把租约写好 在最开始审核房客 房客想要租你的房子时候 你这个最开始的筛查 房客筛查你要做好 就尽可能招进来的这个房客呢 可能会是省心的房客 可能会爱惜这个房子的 你自己呢稍微花点心事 花点精力 这个审核放进来的时候 你要做好这个审核 尽可能的找到一个好的房客 第五条 你在下一条呢 你跟房客的关系呢 就是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下 要互相尊重 你把它放进来之前 你可以把它当做犯罪嫌疑人一样 你去审他的信用 你去审他的工作 你去审他有没有驱逐 有没有犯罪 你像犯罪分子一样来审核 但是呢放进来之后 你要把它当客户来对待 他是你的客户 他给你房租了 你才能以房养房 他给你房租了 你才可能挣到这个房子的现金流 所以你跟他平时沟通的时候 要有尊重在 这个尊重就像空气一样 就是说你没有的时候 他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 你对他有尊重 你确保他住的舒服 这样你拿的租金会省心 就是不要斤斤计较 就像每次感觉别人住了你的房 感觉是欠你的 然后突然把你房子这块弄了一个洞了 那块墙弄脏了一下的 你对他那个反感 你对他那个厌恶就表现在你的脸上了 就是永远都要有尊重 但是碰到事情的时候 来我们按照朱约 朱约上说了什么 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如何处理 就要坚持原则 朱约上怎么说 按照朱约坚持原则的前提下 你要对他有尊重 就是他是你的一时父母 在下一个呢 第六条就说你做房东 你要建立你自己的规矩和你自己的流程 比方说你跟房客沟通 你说我不接电话的 我一定是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 你专门有个短信 专门有个电子邮件 就是跟房客来沟通的 这样一个就是说 你这样书面的话 你自己可以控制回复他的时间 还有个呢 因为是书面以后万一有纠纷的时候 你好查 有的时候经常如果是打电话什么 碰到事情的时候没办法查 然后租金如何交 然后这个房子 比方说一年一定要有一到两次的房检 就是不要叫房客牵着你的鼻子走 不要叫这个房子牵着你的鼻子走 你一定要定个规矩 就大家都按照规矩来 这样的话你会省心 在下一个呢 第七条就是你如果想当房东 你一定要做好资产配置 出租房的数量要上来 你不要一下子买了个50万的房子 买个60万的房子 你可以去买30万40万的房子 量要上来 这样量一上来的时候 你资产配置自动的就完成了 然后量一上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出租房当做一个生意来做了 就你平时会有不交住的 会有大修的 会有着火的 但是如果你量多的时候 你做出租房 你当房东 你一定会拿到一个平均数的 然后这个平均数 不管是限级流还是增值都会不错的 在下一个第八条 就是说你如果当房东 如果你又用上了最高的贷款 你用上了杠杆 你永远都要有储备的基金 你说有多少 一般人可能会跟你说是半年 那这个钱不用放在银行里 是任何 只要你想用能够容易变现的钱就可以 那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做房东 只要你资金链不断链 你做房地产投资不会有事情的 有的时候你说我杠杆用的高了 我可能预估的相对的预估除了问题 预估的不准 现在突然我现在开始没有限级流了 或者要往里搭钱了 但是你有储备 你有储备资金 这样才突然在出现意外的时候 你能帮你渡过难关 下面第九条 就是说你如果当房东 你现在报税的这个 房地产避税的这个意思 一定要上来 你报税要报好了 你的保险要买好了 你的贷款要做好了 那确保你的投资房 有最好的避税 有最好的保护 有最大的杠杆优势 那这样的话 你在做房东这件事呢 你会走得更快一点 你发财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下一条呢 就是做房东 你的心态要好 没有问题 就要做好预防 有了问题呢 就解决问题 你现在说我房子出事了 怎么出事了呀 我房客没有钱交电费 电力公司把他的电给卡了 结果他在房子里用蜡烛 点到蜡烛 他人储就忘了 这个把房子少了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真实的发生在我们房子上的事情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马上就说 我的房子着火了 我应该怎么处理 我去网上查一下 我去问我的保险中介 我去微信局里去问一下 最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特别糟糕的事情 你都以为你熬不过去的事情 你一查突然发现 可能对你来说还是个好事 比方说我们着火的那些公寓 最后保险公司都除了更高的价钱 给我们修了一个新公寓 换了一个新公寓出来 就有的时候你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就成长冷静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有的时候坏事不一定是坏事 那有的时候坏事就是坏事 那没关系 我们就是做投资的 投资就是有风险的 这件事不是一定会好的 就中间总是有上上下下的起伏 总是会有一些意外的 那如果你做的时间足够长 如果你做的房地产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 你这个相对来说 你这个风险控制就有了 那最后呢就是总结一下 就是做房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是可能门槛低 可能谁都能容易做 但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像现在你说我现在30岁 我想到50岁的时候 我想财富自由 那我现在就给你指两条路 你想财富自由 我现在给你都路都铺好了 团队都准备好了 你什么都不用操心 你可以去当房东 你可以去开餐馆 但是前提条件 你一定得除面除力除钱 除贷款 把贷款给搞下来 把这件事给做起来 你做这两件事 你分析啊 你去做餐馆 一周七天开门 每天营业十个小时 你或者去当房东 这两件事都有挑战 都有压力 都有辛苦 都要投钱 但相对而言呢 做房东一定是门槛最小的 一定是风险最低的 一定是容易做的 一定是好挣钱的 你做房东 你去跟做餐馆的人相比 你不要跟那些躺平的人相比 因为你现在是在做财富积累 你是在挣钱 你不要跟那些躺平的人相比 做房东不容易的 会不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听我的话 这样去做的话 你把心态放好了的话 可能会没有那么难 像现在的 如果你去找一个 有潜力的地方 比方说像沙万娜 要限制流有限制流 要正值有正值 你到那些地方 你攒钱 攒够首付了 就贷款去买一个新房 因为为什么会买新房 一个是新房会省事吗 还有个在那个地方 你会发现 新房的价钱 可能比旧房的价钱还便宜 为什么要做房地产呢 为什么我要鼓励你做房地产 因为我只懂房地产 我是有我的那个狭隘性的 那我自己为什么做房地产呢 比方说你坐在飞机上 你朝下一看 就在下面所有 在地面上所有的财富 可能70%都积累在房地产上 等到你80岁的时候 你看你周围的人可能就分两类人 一类就是做房地产的 一类就是不做房地产的 这两类人 他们的财富状况一定是不一样的 就做房东 这是一个财富积累的一个途径 不会是容易的 但是你做的时间长了 你坚持做下去 等到你能活得很长 你做的时间足够长的时候 你回头一看 你会感激你现在做的决定的 因为做房东能让你将来日子会很容易 能让你很容易就躺平 能让你财富自由的 好 举止说方谈 这是这一期我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希望我分享的对你有帮助 能帮助你一点点 感谢观看